麦老師好 各位師兄師姐好 很少在這麼多人面前發言 可能有一點小小的緊張 不是的 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些異常的感覺 一些感受 是去年夏天 然後我母親 她那個在外面的時候不小心 就是跟一輛那個飛速行駛的那個電車 就是相碰 然後她就摔倒了 摔倒了以後是 手部還有腿部骨折 還有身上的其他的軟軟組織磋傷 當時我就請了那個種草一來給她 那個進行處理 第二天的時候情況都還比較平穩 但是我看到臉色好像也不是太好 感覺也是第三天的時候上午 我去上班 然後中午的時候我就接到了 接近中午還不到中午 接到了那個家裡面的電話 就是我先生給我打來 她在家裡了 然後我媽也在電話裡面跟我說 我聽到那個聲音 當時我的心又提到那個嗓子也能非常緊張 因為他們說當時的情況也是比較急 然後我先生就問我是不是我媽 就說也是徵求我那個意見嘛 就說是不是要送那個 就是打那個10來去送醫院處理這樣子 然後當時我心裡面是很很焦急啊 我其實我兩個都趕緊 就是請假 馬上就回家了 回到家裡面 感覺 你看到我媽 她的情況就是感覺 當時非常 不好啊 她覺得頭眩暈 然後當時她是躺在床上的 然後她看那個天花板 感覺那個好像是那個天花板在旋轉的感覺 那個床其實是沒有動 但是那個感覺 好像床在搖來搖去的那種感覺 她以前也沒有過這麼劇烈的一個感覺 她當時也很害怕 心裡也沒底 然後她就說是不是要打電話 要請醫院過來 就是到醫院的醫生派車過來 去醫院處理完這樣子 我當時看到那個情況的話 我心裡說實在的有底 就是有點手足不錯 但是我心裡面也是看到我媽那個臉色 還有她的情況 我心裡面也是感覺就是有一些不情願吧 我在想 是不是還有一些更文妥的 或者更 其他的更好的處理方式呢 嗯 我雖然沒有學過那個長程學 但是我對馮師兄比較信任 我決定還是跟馮師兄打個電話 就跟她講一下嘛 然後我就把她的情況告訴了馮師兄 當時她是正在上班 嗯 我也不確定她是否能來 也是說了 說這個情況比較不及 然後我沒想到 沒過多久 她自己就 嗯 找了 我腳踏過去自己就過來了 過來了 然後我就把馮師兄帶過來 然後她看了我母親的情況 我感覺她還是心神比較定 這一點的話其實對我心裡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鎮定的作用 她就先 啊你討論一下我嗎 情緒比較平靜下來之後 然後對她就是做了一些那個手法 因為當之前我沒 我自己沒接受過調整 我不知道那個是準確的長程學的手法 但是昨天還有前幾天晚上的那個學習 我又看到馮師兄當時做手法的時候 還做了一些 然後我就感覺挺神奇的 然後我就感覺挺神奇的 然後朋友講一課的話 我知道了 原來就是長生學的手法一種 然後做的過程中 也對我媽進行不實的情緒的安保 還有就是一個交流 知道她的情況 嗯 我覺得就是很很神奇 最後結果怎麼樣 嗯 然後她我媽做完之後 她的臉色就好多了 就平靜下來了 嗯 當時她頭 左右撞動還是有點暈 但是不動的時候就不暈了 第二天 馮師兄她說 再過來調整 然後第一天調整了大概兩個小時 第二天過來的話也調整了 大概有兩個小時這樣 然後再服役其他的熱源 保持室內的溫度啊這種啊 然後媽媽的 我媽的那個那個 情況就穩定下來了 嗯 她也頭也擺動 然後可以坐起來 然後睡眠各方面比較好 這樣子 然後所以 呃 我當時就 感覺 呃 非常的 內心非常的 呃 感激 感 感激 有 就是感觸吧 當時 馮師兄也跟我講 她說 你以後就有機會的話 還是要 接觸在長生學 所以我也藉這個機會 再一次對馮師兄表示 就是呃 衹衹的感激 感激 感謝 雷老師的大愛 把長生學 帶到我們的男人來 在我們家門口 這裡舉辦 真的是太好了 謝謝 謝謝 我媽媽 呃 我媽媽當時她眩暈 胸夢 然後胸突突突地跳 經過馮師兄的兩次的調理 之後她穩定下來 穩定下來 呃 各方面的情況 現在也是比較平穩的 呃 所以 呃 自己個人的經歷嘛 我是 看到親人的身上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 我們能把這麼純淨的愛 這麼純淨的醫學 帶到我們往心哪裡 所以有感覺 就是要 珍惜機會 要多學點 真本事 這麼簡便 簡便 呃容易操作 然後就是黃寶的 一個技術 帶到 帶到男人來 所以還是要 抓緊這個機會 要好好學習 才是 好的 感謝師姐 感謝您的分享 好